歡迎聖地報室 歡迎 我是頭女 我是GG 我講得不好 我們今天呢 我們今天的來賓嚇到 這怎麼爛開一場 我們之前一直說 就是票寶們 他們很想要聽一下 我們三個大學時候的故事 對 然後我們想說我們三個來聊 這樣不太好 已經聊爛了會不會 就聊在自己的死胡同裡面 欸這個好像講過 那個好像也講過 對對對 所以我們今天邀請了公正第三方 來到我們節目 讓我們歡迎我們共同的朋友 但他現在叫什麼名字呢 我們現在決定好了 魏宇軒啊 你也是軒嗎 成績也是軒 好我們可以叫他的本名 因為他改名字了 所以現在這個名字可以拿來當藝名 我們大學時期都會叫他 所以原本的名字叫 魏宜軒 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叫他魏宜軒 魏宜軒 超級 三個字接這樣講出來 欸你們都叫我魏宜軒嗎 我是啊 不然我們叫你公主嗎 對啊 這樣叫公主啊 對啊 我其實不知道為什麼叫 我也不記得為什麼了 就有一天我在請 因為我跟 好 自稱公主 對我也沒有自稱公主 就是自稱公主 因為我大二跟桃桃是室友 然後那時候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神經 我就是把一個圍巾披在我身上 我就飛了起來 我就說我是蝴蝶公主 小雜貓 小雜貓 哈哈哈哈 從此之後我就是公主 哈哈哈哈 而且還是自發性的活動 真的是沒想到 真的 蝴蝶蝴蝶勝得真沒力 哈哈哈哈 欸你是他大二是 大二 大三大三 大二是你啊 對大三 那我是大吉 喔我沒有當過室友 哈哈哈哈 那就不好說了 哈哈 對我們今天請魏宜軒來 主要是因為他跟我們三個都各有一些交集 喔對 對因為他是 我們應該 我們就是只有他這個室友是共同室友 對 我跟桃女 對啊 畢竟我要跟你們有共同室友也是有點困難 哈哈哈哈 不妨試試 喔好下次 但你們兩個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兩個是那個 經濟學被當掉一起重修的好朋友 哈哈哈哈 應該沒有人超過的 這個頭銜好長喔 對 對啊我是三當 蛤 我三修啊 三修是二當啊 二當三修 finalmente 欸我們那時候到底是經濟學原理被當 還是個體經濟學 我數不清了我好多 哈哈哈哈 因為你是不是有被二一啊 我有 對我大一被二一 哈哈哈哈 在上學期 傻到 我印象中是他很慌張 他想說我被雙二一怎麼辦 因為雙二一就退學 對 對 你被 你被二一過 你不知道嗎 我總覺得有 但我覺得還是 令人難以想像 怎麼會有同學被二一 而且是第一學期 震撼教育 哈哈哈哈 你第一學期到底在幹嘛 對啊 你做了什麼事 第一學期我就想說 好不容易考上大學 可以比較放鬆連讀書 就被二一 人生不能鬆懈 就發現不能靠自己的實力 哈哈哈哈 還是要努力 苦讀 你大一除了讀書 輕鬆的讀書 你有去哪裡 欸我跟你講 社團嗎 都沒有參加任何社團 我還被二一 是我最想不透的地方 哈哈哈哈 那你的時間都花在哪了 我也不知道欸 好模糊的一段時間 對啊 因為你大一 你也沒有談戀愛 然後你也沒有去社團 然後你哪裡都沒去 我也沒打工 你只有吃餅乾減肥而已 哈哈哈哈 然後就二一 好 我覺得你大一室友是誰啊 都不是我們 有一個 那時候是混的 那時候是我們 另外一個經濟系同學 我就先這樣子 我們 介紹一下他的那個 對 因為呢 我們現在 大家聽眾聽起來 會覺得魏儀軒這個忍啊 廢到一個不行 對不對 對 怎麼會大一就被二一 對啊 連我們三個都沒有被二一的人 對啊 連 我啦 連我都沒有被二一 連GG都沒有被二一的人 但實際上 我們要先來介紹一下 魏儀軒這個人 他現在不得了 現在不得了 現在 可是你不能講品牌嘛 高階精品 這樣可以嗎 就是高級打工仔啦 哦 高階的FMC 你們也不算FMCG 算啦 算啦 就是 FMCG的名字要怎麼講 快速消費品 消費品的 產業 的總經理 你是 一個重擔 哪個區域 大中華區域 沒有沒有沒有 台灣區 台北區 台北 中華台北區 我正是正確 台正確 這是一個國際頻道 要奧運等級 所以這還有分高雄區的總經理 是不是 沒有啦 就台灣一個 所以全台灣最大 而且他那個品牌 真的很有名 而且是很精品 就是講出來 大家一定知道 對 一定知道跟嚇到 但他現在 夜市都看得到的那種 可以喔 欸 有國際明星代言的那一種 哦 對對對 對 所以我們就不得了 再講下去了 因為他的工作上 其實不可以講太多 對 對 今天來聊大學 聊我們的友誼 對 所以就是 我覺得他的轉變就是大師 因為我大師就再也沒看到他了 哦 因為他那時候就是去 微軟實習 對 我對他的轉變的印象 也是在那個時期 很深刻是嗎 你等一下要講我們三個人的印象 對不對 對 那我們先來講你的好了 好 你怎麼先火烤我們來賓啊 哈哈 沒有 我是要講好的 好 OK OK 因為以前我們就是 好的壞的都可以 好 因為以前我們就是一起重修經濟 然後 我們又一起同一個社團 就是他 就是 開始認真讀書之後 他也開始認真加入社團 然後其實我們也是同一個社團 然後那時候覺得 大家就是玩在一起這樣子 可是他到大三突然開始去找實習的時候 哎呦這個人看起來不一樣囉 因為我們還在 我們還曾經在那個 在玩社團的那個氛圍當中 可是他已經找到一個 大家都很羨慕的實習 而且以前那個實習的位置很少 是很多人都想要進去的 就是我們那個年代 剛好大家開始在流行實習 可是是很早的 很早期 不像現在實習好像已經是某些 學校規定要做 我們那個年代沒有 對 對 所以也沒多少企業開實習區 對 然後他要實習那間公司 就很有名 就微軟 對 我們剛剛有講的 就微軟 對 就微軟 而且我那時候印象深刻 是他自己拿了一個 你自己做了一個牌子 還是一個影片是不是 牌子 就是Hire Me 我會忘記 然後我還找了 你們所有人拍一張照 我想說 哇 行銷奇才 哈哈哈哈 現在聽起來很老派的作法 但是在十幾年前是集才 對 我那時候聽人覺得太驚訝了 對 然後我對魏宇軒的印象 我很奇怪 我對他的印象是 出生的狀態 我說就是 在大學以前的背景 跟我有點像 嗯 對吧 因為也是 家庭狀況也是 就不是那種圓滿的 很有錢的家庭 誰家庭又圓滿了 哈哈哈哈 沒事沒事 這裡這裡 圓滿吧 老女也算蠻圓滿 蠻圓滿 哈哈 不好說了吧 哈哈哈哈 您這邊亂講 哈哈哈哈 就是因為 魏宇軒 你的家庭狀況就是 欸 你也算是 是單親嘛 是 單親 然後是媽媽帶大 爸爸也有啊 他們是等到我高中的時候 才分開的 哦 那心夠大了 對啊 不太算 跟你又不太一樣 跟我不太一樣 不過那 因為魏宇軒他就是 家裡狀況還是 有點複雜 有點多 然後 我就會覺得 他 很便手自足的 自己想辦法長大 而且他還要帶弟弟 嗯 你那時候算是有照顧你弟嗎 罵算嗎 哈哈哈哈 怎麼都不寫功課 哈哈哈哈 要考試了還沒練習 我以為他剛剛這樣講是你有去賺錢養活他 哦 不至於 不至於 對 就是他是一個蠻蠻苦過來的人 我會覺得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一上親 大家你就 我就會開始認識很多 我們之前聊過一些 小開同學啦 或者是家庭狀況不錯 可以開車上學的同學 但我就會覺得 啊 我跟魏宇軒是同一種背景出身的 OK 特別關注這樣 嗯 再來換你 陶女 我 我對他的印象就是 嗯 怎樣 我記得我被罵的片段 蛤 你被他罵 我罵你 我沒有吧 就是 因為你知道女生衣服就很多 哦 他就會把 髒衣服放在床上 然後乾淨的衣服放在椅子上 嗯 然後我就會有時候就會放錯地方 就會被黏 他是放在地板上跟椅子上 我就會搞錯哪邊是乾淨哪邊是髒 對啊 這個一定要講 因為我 你才要 我跟陶女 瀑布的部分 對對對 分別都是他的大二跟大三的室友 慰宴室友 然後呢 我先的嘛 然後我就先目睹了這個 世界奇觀 嗯 就他的衣服就蠻多的 然後呢 他就會 我們以前的宿舍 女生是 呃 床鋪在上面 然後下面就是桌 桌子嘛 然後有四個人印間房 嗯 然後你就會覺得 因為 椅子在地上就等於是背靠背的椅子 兩排嘛 嗯 但萬一宣的那張椅子就會特別的厚 哦 他就會擋住整個走道 因為他的椅子 全部都是衣服 然後 就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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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聖誕樹般的一張椅子 嗯嗯 洋蔥 因為你就不好移動 因為萬一一種 衣服掉地上怎麼辦 你就會覺得很困擾 那到底是乾淨還是長的 我自己會有自己的分發 你看這什麼時候 哈哈哈哈 欸我那一天看 就是外人沒辦法參透 對對對 我那天看完你們那一集之後 我覺得我自己被大冤枉 明明兩位也是啊 哈哈 我們怎麼了 你們不也是把就是 試完的衣服 然後可能就先放在某一個地方 那是有 也不是那麼收納整齊啊 我覺得我扛了這罪名太久了 明明人都會有這樣的行為 他們的罪行比較輕微 哈哈哈哈 而且你知道你這個罪行 是被放在畢業影片裡面的 就是勇士流傳 哈哈哈哈 就魏宜萱她的做法是 我們會想像的是 在地上的音符 應該是 髒的要洗的 因為大學宿舍 真的沒多少地方可以放 對 然後椅子上的應該是 乾淨的 但有一次就是 好像魏宜萱就大罵 逃女 喔你怎麼知道啊 因為你在畢業裡面 喔 畢業影片也要講啦 喔 畢業影片留下來的 對 好像說 那時候你就把她的 地上的衣服 還是地上的衣服 就是放到別的地方 然後你就被魏宜萱罵 對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 洗衣籃洗完 她其實是髒衣籃 那就洗衣籃洗完之後 她就是乾淨的拎回來 所以 我就是那個 籃子裡面是很新的 然後我的其他地方都是乾淨的 然後陶業就非常好心 想說 你是想要把我椅子的衣服 甩到我的那個床上去 然後我可能就比較 比較激動一點 可是我都要罵你嗎 我好恐怖喔 我心疼經病 沒有我覺得她 應該就是個人討罵 誰都會罵她 對啦 對啦 對 那我們就各自的印象 大概是這個樣子 欸換你啊 換你講我們三個的印象 來吧 那時候我對GG的那個印象 我記得她就是 戲學會會長吧 哪有第一印象就會長的啦 所以我們大一是完全沒有接觸到 大一我對那個 淘女跟GG 其實是沒有那麼大的印象的 我對 萱是最有印象的 不猛我們做了什麼 他那時候 拜託你是紅人欸 什麼貝瑞啊 對 然後每天在那邊吵來吵去 跑來跑去 花蝴蝶 真的是花蝴蝶啊 然後什麼熱舞社啊 然後各種 只要是跟交際有關 一定有你 對對對 我大一真的是玩瘋 但我沒有被二一 嗯 太棒了 哈哈哈哈 對 的確是啦 我們大一的時候比較沒有接觸 對沒錯沒錯 好 然後到 但是他們兩個就沒有 所以到大二之後 你才開始對他們的印象是 應該是大一下要轉大二 因為那時候 我們應該是開始要辦那個經濟營 喔 對 你辦嗎 我們是大一升大二辦 對不對 我們要主辦嗎 對對對 但不是我辦 我們大一升大二 先辦 銀杏 對 然後大二升大二 大三我們在主辦 經濟營 對 所以你對GG的第一印象 應該是銀杏 因為 GG是 因為就等於是 大一下 就開始選 戲學會長 然後所以我大二 就是等於大一升大二 暑假就開始接那個職位 對 然後第一件事情要做 就是銀杏 素贏 就是弄那些新生的東西 這樣子 對 其實 這樣想想 你蠻猛的 GG蠻猛的 就是大一升大二 你就要開始當一個會長 跟辦那個營隊 對啊 而且我那時候同時 所以才18歲 我那時候同時 還卡了另外一個東西 是辦那個北京清華 來台灣交流參訪的活動 所以其實我同時 卡了一個國際交流活動 然後跟一個 自己內部的引擎宿營 沒錯沒錯 我現在想起來你很猛欸 嗯 是個有才華的人 謝謝 我那時候暑假的時候 就是待在宿舍裡面 嗯 就是大家都回家了 然後只有我自己一個人 去申請那個暑期的宿舍 然後那個宿舍就只有我一個人 然後我就是 在處理這些事情 我也都會申請暑期宿舍 你是為了要放東西而已 沒錯沒錯 對 但我不是 我是有很多努力 需要去 活動需要去實踐 你好意思講這一句話 好意思 而且我那時候還一個人 就是帶著所有北京清華 那些同學的資料 然後去外交部幫他們辦簽證 哇 那我就當場在那邊寫那個資料 然後被那個櫃台的外交官 我不知道他是承辦人還是什麼 我就洗臉就說 你怎麼什麼都不會填 我就在那邊慢慢學 然後一個一個把他貼起來 一個十八十九歲的人 要辦這件事情 突然間有點開始崇拜你 嗯 還好只有那個時候 對 現在 是不是每天想辭職而已 然後一個題外話 你記得我在北京清華 那個交流影結束 那天晚上最後一個活動 我不是暴哭嗎 你有印象嗎 嗯 那我那時候暴哭 是因為我覺得我壓力實在太大了 就終於辦完這個活動了這樣子 而且我們的隱形塑影 也有爆發一些事情 我們那時候辦的最大的危機 是颱風天 哦 然後我必須要去判斷現在 因為颱風已經來了 對 那我必須要判斷現在剩下的半天 我到底要收掉 全部把遊覽車叫來 然後全部人載回去 還是說我們要卡完那個活動 所以其實我們在最後活動 那個午餐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自己一個人跑去躲起來 因為我沒有辦法去參與大家 因為我必須要去 思考 決策這件事情 然後去思考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壓力很大 因為我那時候背負是 參加那個營隊 可能一百多個人 一兩百個人的 所有的安全這樣子 因為我們是在山區的學校 嗯 對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這件事啊 天啊 欸是 我記得啊 因為那時候 然後我記得 銀杏婉回來之後 是不是那時候還要幫人慶生啊 是不是就是你啊 就我啊 我只記得天氣很好呢 沒有 沒有 那時候台風 蛋糕是我在的 對對對 然後我就收到一個亂七八糟了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是騎著摩托車 載了一個蛋糕 然後 颱風大到 我整個人翻車 我有倒 然後那蛋糕就在地上滾 爛掉 爛掉 生日快樂 哈哈哈哈 魏萱蛋糕就是爛的 哈哈哈哈 哦真的耶 那蛋糕是我在的沒有錯 對對對 哦對 那個真的是一個蠻印象深刻的回應 但所以 魏萱對於GG的印象就會是 有為青年 好謝謝 真的是很有為 而且那時候藍天 就是我們有參加那個 社團 然後那個社團 其實我們就是非常鼓勵 要去講一些很雞湯的一些 哦真的 真的嗎 你感覺就是一個正能量爆棚 然後很有為 你知道又主辦這種 國際青年的一些交流會 然後又是 15年可以改變很多事 哦對 還有這個 我現在就是個廢物 不是就會會講 這是抬頭 對 所以我上次 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才有聊到一次就是說 我對他後來的評價 是覺得可惜 嗯 他自己也一直記得這一句話 因為我們曾經看過他 最厲害的時候 可是你後來就覺得 是不是都壓力太大 所以就不想要再 其實也不是耶 就是我後來認清道歉 因為就是後面 其實你要做這件事 有時候你是需要在前面的 可是我在辦活動的時候 發現其實我是喜歡辦活動的人 但是我是要在後面的人 幕後的人 對對對 我喜歡在幕後看到大家 在前面把活動弄起來 的那個感覺 可是就變成是比較後期 就會變成是你必須要被推到前面去 要做什麼做什麼 對啊 我們什麼營長 隊長 隊服什麼的 都要站出來講話 對對對 我覺得那個其實就是一個成長 你在嘗試很多東西的過程 那可是其實出社會之後 你其實不太會有這樣子的機會 會去處理很多事情 除非我去一個公關公司上班 那我就辦很多活動 才有辦法持續是這樣子 可是如果在一般的公司 你做上班 行政上的事情好像不太有辦法 就我們都變小螺絲丁了 對對對 我們那還筹劃什麼事情 對對對 對對對 嗯 然後對我呢 對你 你就是畫蝴蝶 哈哈哈哈 然後很吵 很 social 咧 對 很 social 咧 很 social 都好爆啊 嗯 然後感覺就是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他 然後那時候應該就是 你會覺得人群的光亮點就在他的身上 哇我這麼的耀眼嗎我 你的聲音也很耀眼啊 那你那時候對於他的那個光亮 是覺得刺眼的 還是覺得閃亮的 一開始可能會覺得 哇就是很喜歡你知道 滑眾取蟲 我覺得一開始 我竟然是滑眾取蟲 就是欸 刺眼的 刺眼的 難看的 什麼時候開始變閃亮的呢 閃亮到後來也是 比較認識這個人吧 因為我覺得我本來就是 對人這種你知道 浮誇的那一面 我都會覺得很 太油 對 太油 但只要認識過這個人之後 我就會有改觀 那你蠻快就改觀 因為你大二就跟他當室友了 欸那時候我們是選的對不對 我們大二應該是 大二是最選的 那你們怎麼會 match到彼此要當室友 因為大一下 我就我也不知道 我發了什麼的瘋 就是反正大一上被惡意之後 我大一下就開始瘋狂 想要參加社團活動 好奇怪喔 反其道人行欸 對 留下一點尾巴 那就這樣啊 如果被惡意的話 我還要社團 至少留個璀璨的下水期 對對對 總不能什麼梅座被惡意掉 有道理欸 對 然後那時候 就是 宣就帶著我去參加熱舞社 然後跟 把我拉進 就是那時候的那個藍田社團 對 然後就覺得他很照顧我 然後也 很熱情啊 喔我完全忘記這些事情欸 天啊 就是好像對我來講 就是 都是帶人 因為 就是很喜歡很多人一起去 一個活動 然後 還有女藍嗎 還有這個 對 那你們三個都是女藍的 對 對 我們有認真在 練嗎 做這件事 我跟你說 我跟魏宜萱 就等於我們大一跟大二 大二你可能還好 但我們大一的生活都是 白天就上課 然後 六點到九點練女藍 九點之後去練熱舞 然後回到宿舍之後 就開始 可能看書 或是怎麼樣的 但是魏宜萱 魏宜萱長這麼高 他就女藍很合理啊 你們兩個 矮冬瓜在那邊幹嘛 哈哈哈哈 所以你知道就是打不好嗎 哈哈哈哈 都靠學姐 對 對 都靠學姐 跟他魏宜萱的身高 對 手舉起來 欸 跟他講 大家現在可能看不太到 魏宜萱多高 魏宜萱是比我還高吧 170是幾 14 174 174 我一盡4 生完小孩長高一公分 好不合理喔 還在長 又長高了 那時候我就會一直說 她是大支女 哦 因為就是 虎貝熊妖 我沒有這樣講 虎貝熊妖 還是你自己說是幾 但他的臉的確就是 因為我們兩個在戴在一起 就是我很小隻 然後我臉又比較小 他都會覺得 他的臉就是一片這樣下來 嘿嘿嘿嘿嘿 我超不吃香的好嗎 論身材 我比他先瘦一點 對 他其實是瘦的 只是他因為骨架大 他也沒有骨架大啦 我骨架蠻大的啊 你看我的手跟你的手 好像差不多 哈哈哈哈 我是男人的身材 哈哈哈哈 比我還高 174 真的是不得了 對 反正呢 那時候 所以你對我的印象 就是你覺得 我是一個花蝴蝶 但是後來是熱情的人 從刺眼變閃亮 對 好 那我蠻好奇桃女 桃女喔 我覺得桃女一開始 我不太敢接近她 喔 為什麼 你覺得這個人帶怪是不是 不是怪 還是她就是看起來很冷酷 不要接近我的氣場 對你有一個深人物盡的氣場 有 蠻奇怪的 因為她以前是穿紅外套戴紅眼鏡 所以會有一個奇怪的氣場 三發出 眼鏡 哈哈哈哈 對她的確蠻怪的 嗯嗯 然後又會覺得她有相音 然後他們說這是ABC的腔調 但實際上是龍井相音 對啊 但是我們常常沒有這個相音 對這個我們解釋過了 她是故意的 她是故意不要讓人家覺得 她有ABC腔調 所以弄了一個很奇怪的 的腔調來 來掩飾她的ABC身份 哈哈 其實你沒這個身份 才兩年 哈哈哈哈 所以你那時候 生人物盡 有嗎 我覺得桃女一一直以來 到什麼時候才敢接近她 對啊 應該也是大二的那個期間 開始有一些課比較類似吧 喔 我也沒印象 一些必修 對 因為我們不同班對不對 對 我跟你們三位都不同班 我們青大會 因為經濟系蠻大系 所以我們有兩個班 青班跟滑班 對 我們三個都是青班 然後 惠宇宣是滑班 對 那因為我們在一些必修課上面 就會分青班一班 嗯 滑班一班 但是其他的選修都可以混雜著 因為我們的必修很熟 嗯 對 然後我記得是 可是我們也可以去選別的班的課 比如說好了 嗯 統計或是微積分 嗯 那就會青班一個老師 滑班一個老師 可是你就會去比較哪個老師比較好 哦 比較聽得懂 然後像我記得很清楚 是我統計一開始是被當的 我 我 大學四年唯一被當的就是統計 然後我後來是去修滑班的課 我們是不是也有一起 你統計也有被當吧 我統計就是三修的啊 唯一是修是統計 所以我跟很多人都修過 都會從修過統計 對對對 你沒有跟我修過嗎 你很快就過去 哈哈 只有我們 我跟Gigi有同修統計 嗯 對 所以我們就 相較 欸我們讀書很認真啊 我們一些書都讀了三遍兩遍的 對啊 誰能跟我比啊 哈哈 那我那時候對 哈哈哈哈 真的欸 多一次 哈哈 我那時候對桃女的印象是 他很認 就是他感覺是書卷氣的那種 哦 成績好 哦 因為你那時候的好朋友 也不參加活動 對 然後你的好朋友們都是那種 會讀書的人 對啊 對的確是 對 桃女你大學就很認真會去讀書嗎 欸我算認真吧 我都會 我不會教課 然後 考試前我都會讀書 考試前我也會讀書 我也會啊 應該說我只會考試前讀書 考試前一天晚上我也會讀書啊 你會看彼此英雄 啊那是 哈哈 按到死蛋 哈哈哈 考試前會讀書這個的確 在大一大二不容易 應該說 認真讀書這件事在 至於我啦 我大一大人完全心裡沒有放在這上面 對對對 你GG應該也是 沒有我以前的行事利攤開 都是什麼社團活動的 什麼時間點 我要開什麼會 然後幹嘛幹嘛的 我沒有安排讀書的時間表 哈哈哈 我只有辦活動的時間表而已 對 嗯 然後GG也有打女 呃 我沒有打女籃 謝謝 再次成績 男排 男排 你排球你有算認真嗎 沒有啊 沒有沒有沒有 可是你也是會去練習吧 我會去 但就是for fun 這樣子而已 可以啦 我們也是 喔沒有欸 我們女籃 你們滿認真的吧 對因為我們有些很認真的學姊們 所以就會 然後再加上我們在我們大二還大三之後就有 還是大一就有提報 然後大二還大三就有一個 女籃的提報進到我們的戲 他就超級厲害 他是那種 HBL的什麼冠軍賽 的先發的那一種 對所以我們女籃就會 有一個那麼強的人 當然就會 我們就是要幫他 湊 他不能一個人打全場 對 我們人數還是要湊 他能力上可以 但是那是規則上不行 對對對 規則上不行 所以我們就幫他湊 他真的是可以一打五的那一種 好厲害喔 我們就是在我們自己的半場 等著防守 但是進攻就要一個人 衝擊前面進攻 哈哈哈 就是一個人憤勇殺敵這樣 對 所以我們就是 就是我等於我們跟魏宜萱 又有室友的身份 又有社團的身份 然後戲學會 魏宜萱你有在戲學會 沒有 可是經濟營的話 魏宜萱跟桃妮有一起 當一個鼓的鼓掌對不對 對 我們是同一個鼓嗎 對 而且你們是 一起當組長 你們兩個就是所謂的鼓掌 那我們應該是那時候變好的 哦 然後大三就變室友了 哦 徹底忘記為什麼 是你分配我們的嗎 別忘了 不是 經濟營是 是怎麼分配的 別忘了 我也不記得 不確定 可能就是 我們的 他自己找的 凱撐 凱撐 一個我們的同學 然後他是銀掌 他就要找說 那誰跟誰可以當什麼什麼銀掌 這樣 所以你們那兩個 你們兩個那個時候是被湊的 對 應該是 那怎麼辦 你們一開始有沒有覺得 這個人是誰 我為什麼要跟他分配合 可是我覺得魏宜萱做美萱很合理啊 陶女做美萱 why 反正就是下面的人做就好了 哈哈 因為他們就說他鼓掌太廢 他們就要自己行動起來 貴老闆心態 很棒啊 這樣員工才會成長 哈哈 不愧現在是總經理 對啊 總經理就是要這樣才當得上去 你們那時候有吵架嗎 沒有 完全沒有 沒有啊 我們兩個都算好相處吧 對啊 哈哈 陶女你就說看 你自己 真的好相處 他會不會好相處嗎 哈哈 我不太會 有什麼看不順眼的 就直接講吧 哦 所以你有看不順眼他什麼嗎 也沒有 也沒有 嗯 我 那當事有的期間 我們有沒有 什麼讓你覺得 讓魏宜萱覺得說 看不下去的 然後我們有爭執過的 應該沒有 對啊 我雖然蠻好相處 對 我也覺得魏宜 沒什麼大脾氣 只有罵你衣服的事情 而且我只是開玩笑的 而且那個罵一下就過去了 嗯 就是 我也很好相處啦 大家現在在強調 自己很好相處是怎樣 因為沒有跟你當過室友 不太確定 你確定你當室友 是個好相處的室友嗎 我覺得你好像不會是 呃 因為我之前的室友 我 我人生 啊什麼 我剛剛沒聽到 你應該是會要求 很多的那一種吧 不會 不會 我跟你講 我人生 當過最常的室友 就是魏宜萱現在的室友 對啊 對啊 我那時候對他多好 家裡都我在掃欸 哦 對啦 然後垃圾都我在丟欸 對啦 可是主要也是因為那時候 不是因為他也不宅啊 對啦 那時候主要是因為 童女他們都會來我家玩嘛 所以我就要不能收 這些東西 對 其實實際上 我們跟魏宜萱的關心 就到現在還是 非常非常的好 嗯 就我覺得是 就回到我 對魏宜萱的第一印象 就是 類似的家庭背景出身 嗯 那個價值觀就比較 比較類似 所以我們大學畢業之後 甚至到後來 就我就成為他 兒子的乾媽 對 哦 為什麼啊 對 為什麼 為什麼選他嗎 那時候是 你選的 還是宣吵著說要當的 我選的 是你選的 我選的啊 哦 來為什麼 而且那時候我還沒發達哦 怎樣 乾媽要發達才能當是不是 就是 他選我不是因為我有錢 或者是說 這個乾媽可以付很多的東西 乾媽 怎麼樣 怎麼樣 你有錢了 我現在可以叫你乾媽 我那時候小朋友 很早欸 那時候我應該才 剛懷孕吧 對啊 那時候畢業三四年 就懷孕了 很早 最早的吧 你生小孩是28歲 我生出我26懷 然後剛滿27 就已經四個媽媽了 哦 對 生得早 天啊 他小孩現在已經小2 3 小3了 9歲了 天啊 你要不要再生一個 不要 有聊了 我們那時候其實幫他的小朋友 幫我剛兒子慶生的時候 有在聊 所以 可是應該就不會是 就算要 也不是 不一定是生 可以有其他種方式 對對對 可是小朋友差個9歲 好像會差蠻多的 就把他當一個新的樣 或者是他幫忙照顧 等於說他沒有 兄弟姐妹的感覺 哦 因為桃女跟 你妹也差蠻多歲 對啊 好像是可以這樣子 對啊 好歲為什麼 你說乾媽嗎 對 那時候就 那時候其實我覺得 我跟宣正是大學 如果真的是 我覺得比較要好 就是最要好的 嗯 然後那時候 也像他說的我覺得我們可能 比較類似的生長的路程 所以我就覺得他 蠻適合的 聊得來 因為他其實到後期 尤其是 他懷孕 沒有 他跟他男友 我們就不講他 超假的時候 對 好 他男友呢 也現在知名網紅 但我們就不講 就大家可以去創我們以前的 一些相關的 聊天紀錄 像引人家去找 好 總之他男友呢 以前 那個時候還是男友 現在是老公了 就是 他會跟我抱怨 應該也會跟同女抱怨 他跟他男友之間的 吵架內容 應該都是跟你抱怨 只是 那時候剛好我們約出來 然後 就會一講 會分享 對 那時候他就是很瘋 欸我可以爆他這個料嗎 就是吵架的原因 超級好笑 欸我也記得 就是 他男友 會跟他說他要 男 就是 我就是一個要得 做出一番打事業 對我要做大事業 然後我就是會得 諾貝爾和平獎那種 對對對 他最大的夢想就是 世界和平 然後拯救整個世界 然後我想說你有病嗎 哈哈哈哈 他不是應該去選美嗎 他怎麼會走上這條路 他現在也是啊 然後過了之後 就懷孕生辭了 懷孕生辭 對他們 激烈的炒完 叮叮叮叮後 我只能說 床頭炒床尾河 床尾河 床頭炒床尾河 真的 就是我剛才真的是 這樣蹦出來 就炒完這樣子 拯救世界後的產物 哈哈 哈哈哈哈 難怪你兒子 脾氣這麼好 和平 和平主義 天使寶寶 天使寶寶 因為他 我一定要跟大家講 就是魏宜萱他 因為 一度就是 你們在小朋友 還很小的時候 就是 兩邊跑 台灣跟 中國 兩邊跑 然後 魏宜萱我覺得他 最厲害的是他 他一個人全職的 有工作 有工作 然後又要帶小孩 小孩才一兩歲 然後 而且是一個人帶 而且 不只是一個人帶 他那時候 還跟他的婆婆住在一起 但先生不在家裡 先生在北京 大平 做大事業 對 做大事業 我覺得 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是我就 去看他 然後那時候 所以我剛兒子 就是他生病 然後魏宜要 餵他小孩吃藥 才不到一歲 大概 應該一歲多 那時候回來了 哭哭鬧鬧的 他是用兩隻腳 魏宜萱用兩隻腳 扣著他兒子的兩 就一雙手 然後 然後直接灌藥 然後就是他兒子 哭得很慘 可是他就必須得 這樣子餵藥吃 就是那個畫面 讓我覺得 不在意 孩子哭的媽媽 不是 我覺得這整段 本來有要講我多厲害 就聽起來是一個霸凌 可是他聽起來是一個 很有方法 可以自己照顧孩子的媽媽 是很堅強的媽媽 就也只能這樣做 因為我只有一個人 所以我就練就怎麼樣 我自己十字固定他 然後還可以 不會啊 他就是降伏他兒子 不然他就這樣 腰吐出來 腰都吐出來 他沒有哭泣 他想到的方法 對啊 因為很多媽媽 應該會這樣會崩潰 然後自己哭吧 不會啊 我覺得他蠻好笑的 所以你顧你兒子 還是沒有崩潰哭過 有啦 還是有啦 有他有 因為有一段就是 他可能 我下班之後 因為我要趕得比同事 還要早去下班去接他 然後好不容易把他弄睡之後 換我可以睡覺的時候 他可能就醒來了 所以我可能就是 在那個夾縫當中 我會覺得我的生活很崩潰 然後那時候之後 我一個人在照顧他的時候 我就覺得 為什麼 我把自己人生過人這樣子 對 曾經有那麼一個時刻 會是這個 那我們來一個真心的問題 你有那時候有埋怨過你先生 怎麼會不在你身邊嗎 當然會啊 好直接 靠揚他 哈哈哈哈 然後他就會罵我一頓 他說 啊你自己要回去的 我可以養你啊 哦 對啊 可是你自己決定回台灣 因為我就覺得 他那時候在創業嘛 我就會有點擔心 就是說 萬一創 失敗怎麼辦 我沒有收入怎麼辦 所以我就還是很堅持 我還是要 自己作為那個比較穩定的人 可是你那個時候在北京 你的工作也不差欸 我那時候沒有 北京沒有工作啊 他是後來 又再帶小孩去北京之後 才有工作吧 對 欸這個 前一份工作就可以講了吧 前一份工作可以啊 這我覺得很好玩欸 他之前在滴滴 嗯滴滴打車 對而且 他就剛好經過了滴滴出事的時候 哦哦 這可以你講吧 你可以分享一下 那時候滴滴的出事 是什麼樣的問題 那時候應該是2017 18年的時候 應該是2018 他那時候就出現了 反正我剛好負責的那個 也不是我負責 就是我在的那個 事業體裡面 他是負責 類似搭順風車 嗯 就意思是說 今天我是一個上班族 我本來就會從 A點到B點 嗯 那在A點到B點的過程當中 如果剛好有人 也是想跟我路徑相同的話 我就可以順度燒他一程 但是我 我不是時機 嗯 我只是一個 一般的上 就是需要出行的人 嗯 然後那時候就反正就發生 就是當時有一個空姐 他因為用這個軟體 因為那時候好像是 比較大型要返鄉的一個 季節 或者是一個時機 然後那時候那個空姐 就被减殺了 噢 天啊 然後那時候就是 非常的 就是全國都在踏罰說 可是 你不是有 空姐司機 還有另外一個兇手嗎 沒有沒有 那個人就是 他是 他是開車的人 他是開車 開車的人 對 所以沒有其他乘客 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 一是被踏罰我們的安全事件 就是為什麼我們沒有去 好好審核這個車主的身份 然後二是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希望 在順風車這個 事業體裡面 我們可以有一些比較有趣的 比如說這個 世界人劍灘 或者是他是一個白富美 就是給他一些比較 有趣的標籤 噢 那是很表面的標籤欸 對 所以那時候的有趣 被當 就是被拿出來炒作是說 那你們就是給人家 就是你看 比如說他是空姐的標籤 那就會讓有人 有意想要去犯罪 噢 哇 這是很大很大的事情 非常大 那你那時候有 因為這樣子工作上 有很多的風暴 或者是 那時候會覺得 噢 那時候我覺得印象蠻深刻的 是有一些 同事都會說 他後來都不敢 讓小朋友去分享 說他是在滴滴公司上班 噢 對 因為就被人家說 我們是吃人血饅頭嘛 噢 那你自己心裡怎麼想 那時候我也會覺得 有點罪惡感啊 但因為那時候 我不是負責這一切 可能系統的設置 或是這些創意的 想法的人 我只是可能後面的執行者 所以 也有愧疚感 可是倒沒有到那麼的極端 可是其實像這種計程車 也會發生啊 對啦 就是你要怎麼證明說 可是因為計程車 他有車行 噢 對啊 他會有 因為你會有 那個駕駛證照 你是有一些相關的規範 去規定的 可是那個感覺是 你誰可以加入這個APP 他其實都可以載任何的人 所以其實你對於 他這個人 他就只是來填的資料 你也沒有辦法去驗證說 他到底是真的假的 或是什麼之類的 而且我記得這個事件是 總之那個時候 一開始盡地利的時候 就覺得 哇這是一個很有名的企業 然後薪水也給得很好 那一陣子 就是中國整個都是 花大錢在挖角 而且你去的那個時期 正好是台灣人 還很夯的時期 對 我們有兩三個同學 都有去到 都在中國工作 對 而且還有阿里集團裡面的 對 然後我就聽到 那時候 因為發生這個事情之後 我以前就跟我說 他現在很閒 對 他那個時間 還是我們在上班時間 畫水彩 嘿嘿嘿 我也是聽到這段故事 想說哇真幸福 又領高薪 然後又畫水彩 對 對 因為那時候 貴富的生活 對 那時候等於服務 這個Shot Down 然後我們又不是 那個主要去更改的人 但公司非常好啊 就沒有lay off 我們這些可能 不是生產的人 公司可能覺得 你畫的水彩很漂亮 那時候小朋友也還小 大概幼幼班吧 三四歲那時候 就覺得媽媽好閒 然後賺很多錢回來 對啊 都可以參加很多 那個學校的活動 喔真的 好棒 沒有出過孩子的生產 但我蠻好奇 那個秋寶在北京的教育 因為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在那個時期也有 中國有幼稚園有出事 什麼有顏色的名字的 什麼紅黃藍 還是什麼 黃藍 但我忘記具體 那個事情是什麼 應該也是什麼 食安之類的吧 或者是人身安全 或者是一些 對 身安全 好像是人身安全 但你們那個時候 讓他進到北京的 教育體系裡面的時候 你們有特別去擔心 或者是說 規劃什麼嗎 我們一定是找當地人 就是朋友推薦的 因為我們自己不知道 對那個環境不熟 所以我們都會問 身邊的朋友 然後真的就選到一個北京那時候 非常好的一個 華德福教育體系的一個幼兒園 喔 華德福是一個體系 一個 算是 就像蒙特說例 比較沒有那麼自視的 喔 喔 然後秋寶很適合那裡 很適合啊 他就是比較講身心靈 喔 他講愛這種 喔他的小孩 真的 很適合欸 他 我剛兒子真的是一個天使寶寶 嗯 然後 因為 呃 魏宣跟他先生都是風向星座 嗯 就是 就是完全大大大的 嗯 然後可是他兒子就是 處AB 嗯 處女座AB型 然後 家裡爸爸媽媽東西都亂丟一通 可是他兒子會把 小車車都排好 喔 把衣服都分類好 嗯 是一個兒子幫媽媽收衣服的 所以這真的是天生個性欸 這不是父母教育 我覺得他的天使不是因為我們教育出來的 喔 我那時候有問過他 嗯 因為他就是我們身邊就很早開始 有很早有小孩的 我就問他說 那你覺得 孩子的個性是爸媽養成的 還是 還是他本來親生就有的 嗯 他那時候給我一個很棒的答案 他說 當然是他天生有到 我連他 我 我希望他活下來就好 哈哈哈 我根本連 就是要照顧他讓他活下來 都沒有空了 我拿他去捏造他的個性 捏 形塑他的個性 的確是 喔 你現在還是這樣覺得嗎 當然還是 我覺得 我覺得等到他越來越大 他可能需要生存的這一部分 比較不是那麼嚴重的時候 其實你就要開始給他 再更多的教養 嗯 所以我覺得小朋友其實 你還是要樹立他一個 價值觀跟規則感 嗯 這是非常重要 所以他當然還是有那種很崩潰 就是會躺在地上哭的那個時候 但我們就是好好的 想辦法度過 喔 問一軒是一個 凶起來蠻凶的媽媽 有一個故事很好笑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呢 因為說你跟你先生 你先生有時候也會扮黑臉嗎 我們家裡沒有黑白臉之分 要黑一起 黑要白一起 OK 但是呢 就是因為 可能魏宇軒就是 媽媽嘛 這個角色本來就是在教養上面 可能比較吃重一點 然後呢有一次就是 好像魏宇軒在廚房裡面忙 然後這個 他先生跟邱寶兩個就在餐廳裡面吃 然後突然間 邱寶就 一杯水吧 掉地上吧 然後 我記得杯子應該是有破掉的 破掉之後呢 邱寶就立刻 大哭 第一時間先大哭 然後是不是有 尿褲子還是什麼的 那是我先生不是我 你先生尿褲子 那時候不是不是不是 哈哈哈哈 我也是聽成這樣 對啊 不是不是 是那時候他是把碎片撒了一地 然後他想要走過來 因為他做錯事情 他想要早過來找我 就是淘汰 可是地上都是玻璃碎片很危險 所以我老公就叫他不要動 很危險 那他就是可能聽到我之類的 有點在那邊鬧 然後我老公就吼他 就是那種獅子大吼的類型 因為怕他受傷 然後他就當下瞎尿這樣 喔 瞎尿是一回 可是 沒有我要講的是另外一個故事 就是 那好秀的點在哪裡 就是他就立刻的 大哭 然後 然後先哭給他媽媽看 因為他知道自己做錯 可是他知道媽媽一定會 他第一時間的想到的是 等一下就會被媽媽罵了 他就先哭了 就是這個故事就是說 魏宇軒是一個 嚴格的 然後讓 讓他的小孩有虎媽的形象 覺得一定會被媽媽痛哉是不是 有一點這個感覺 有一點啦 對不對 對 Evan 連最近也是啊 就是他上禮拜 因為我那時候 因為我開會還是蠻忙的 然後那時候我老公要出去錄節目 然後他就幫他 在路上先叫了一個 那個咖哩飯給他吃 然後殊不知第一個 Uber E 咖哩飯 對 然後叫了非常久 好不容易到了之後 我兒子也非常認分嘛 就自己打開門 拿來外送 然後整個咖哩醬倒好 梅姿姿要去吃他的飯的時候 他不容易翻倒了 然後大概就是 整個扑該那種類型 救不回來的 然後他就開始崩潰大哭 然後一哭是哭說 我肚子好餓哦 在咖哩飯怎麼倒了 然後二哭是 爸爸對不起 我把你的錢浪費掉了 然後三在哭 我最近做這麼多好事 為什麼老天爺要這樣對我 都很值得哭 都很值得 好心靈的孩子 而且 那時候他在開線上會議 對 然後呢 他還 那時候 你那時候兇他吧 那時候因為我員工他cue我 就說 欸那老闆你怎麼想 然後我就 他在那邊 哇 就哭嘛 我就說 你閉嘴 哈哈哈哈 然後他在開麥克風 哦 那這個意思 我這樣 哈哈哈哈 哇塞 但他很棒啊 我也覺得他要去跟小朋友 就是結束之後 他要跟小朋友說 工作的時候的媽媽不是媽媽 嗯 是吧 你是這樣講的 對我就說 上班的時候的媽媽都不是媽媽 都不是真的媽媽 就我覺得 我其實 因為最近我們剛才在聊說 我也會想要有小孩 其實我覺得 魏宜萱也是其中一個 鼓勵我有小孩的 對 因為我從 你的 role model 對我從他生了小孩 然後自己一個人帶 然後而且還是兩弟奔波這樣帶之後 我就一直 時不時就會跟小花說 我說魏宜萱真的是一個好棒的媽媽 嗯 以後小孩就給魏宜萱帶 哈哈哈哈 原來我第一個小孩是這樣的 第二個小孩是他的 哈哈哈哈 反正你剛才說不一定要自己的 對啊 對啊 還沒想到是這個結局 這真是太棒了 小孩都給他帶的 我怕要生小孩 哈哈哈哈 好讚喔 是不是很好 他都沒有這樣想到 對啊 你們都很忙嗎 對對對 就給魏宜萱帶 我會自己一個人搞定他 哈哈哈哈 即使是總經理還是有辦法的 這是他最厲害的地方欸 我們都會覺得 就是哇 我如果有小孩了 我是不是就要犧牲 一定要自己什麼東西 但他就完全沒有 我就沒有犧牲感欸 嗯 你有覺得自己有犧牲嗎 我就是一個煩惱或痛苦望很快的人 哦 嗯 嗯 就很好 就是 而且他其實事業心非常強 對啊 你是飛黃騰達類型的 感覺你沒有 怎麼說 就是沒有因為家庭或是小孩放棄掉什麼 你的事業還是一直在往上走的 我覺得一方面也是生長家庭 給我的一個 比較驅動力嘛 嗯 正面來講 底力 對啊 就是你要不斷的就是想辦法讓自己穩固 不然你就可能回到 你小時候最不喜歡的那個樣子 嗯 對 所以就是家庭狀況不好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是一個養分 對啊 人定勝天啊 各位朋友 是啊 原來是這樣子 而且他先生也是這樣長大的 嗯 也是人定勝天型的 對 嗯 就是我們的家庭狀況都是都 哇 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多 狗屁腳造的事情很多 然後你就會覺得 就是靠自己 嗯 然後 絕對不會是 就是靠家人反而更糟的那一場 嗯 對吧 嗯 對 OK 他 我一樣 這位先生的婚禮 很 很複雜欸 複雜 就是 很複雜嗎 對啊 他爸媽在吵架的那一種狀態 哦 不是也在嗎 不是 就是說他爸媽在吵架 所以婚禮上面是 我媽媽沒有去 對 缺席的耶 對 就是是一個這樣子的複雜狀態 很複雜啦 我那時候還不止啊 我另外一方 就是我老公那邊也是分開的嘛 嗯 然後 但是他們比較 人比較和善一點 是可以在這個場合出現的 哦 對 對 對 這就是他們夫妻倆 就是一起把很多的事情給 哦 給處理掉這樣 嗯 很厲害 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只記得我那天喝醉 對 你們沒那麼醉 很久可能把他起碼到你們那一桌 哈哈哈哈 二萬沒有參與到 GG喝醉的部分 欸你是那時候在幹嘛 先回家了啊 哦 GG跟其他人都喝醉 對啊 對啊 而且他們那時候是小孩已經三歲 兩三歲了 小孩那時候當你的花童 對對對對對 對 我覺得 複雜倆是一個很 很 強壯的 很有生命力的人 對 任性 任性 所以我才會覺得看到他這樣子 就好像生小孩沒有那麼困難 教養小孩也沒那麼困難 然後我覺得他的先生就是那一位網紅 我覺得也是一個非常棒的爸爸 真的要講 因為 他是會陪孩子打電動的 然後一起去 比如說什麼 認識那個奧特曼家族的 然後可以一起去背寶可夢的索性 嗯 我覺得這件事情不容易 即便我自己很愛打電動 但不見得有那個耐心 嗯 對 所以我覺得他的先生也是一個神隊友 嗯 你有覺得 他確實是 是嗎 對 教養很好 且不論就是前兩年那一段崩潰的時間 他後面我覺得他有彌補回來啦 哦 對啊 現在其實很多接送或照顧 其實反而是他付出比較多 嗯 嗯 然後也 然後因為這樣子 就是夫妻倆也沒有說 因為他先生的工作 其實現在也是蠻 風風火火的 嗯 而且是越來越紅 在台灣越來越紅 但是也不會因為這樣 然後 然後魏宇軒就沒有要 繼續持續他的職業來發展 嗯 也不會 但你是不是最近 心情很累 心情嗎 就工作上啊 可能就覺得 應該是說負擔感沒那麼重了啦 哦 對啊 因為至少另外一半的收入 等等的 已經開始穩定起來了 哦 不是老娘已經當到總經理了 我還需要什麼啊 欸這我也是想聊的欸 哪有人35歲就當到 超級高階精品的總經理 讓你現在下來怎麼辦 對啊 你現在要去哪裡 退休啊 蛤 對啊 我可以40歲又退休啊 哦 why not 認真可以 你說財富上也可以了 如果 就看人生階段要的是什麼啦 因為我覺得人生 就像我覺得 前半段我會很害怕 就是這是一個風險管理啦 所以如果當你的前面 你真的覺得人生 如果現在開始躺平 會很辛苦的話 你就還是要繼續努力 可是現在另外一半 跟整個家庭的狀況 已經起來了 我就覺得 沒有必要人生過程 這麼的悲慘 蠻累的 所以在那樣子的一個企業底下 的確 還是有他辛苦的 很辛苦啊 沒有那麼的光鮮亮麗 我覺得 嗯 你就每天還是要工作到八、九點嘛 然後可能晚上回家 你還是要跟你的團隊 在討論一些事情 或者是 每天可能因為 因為我最近這三年 其實我 我以前是睡覺那種雷打不醒 然後可以睡超晚的 可是我現在是那種 難入睡 然後很容易醒來的 就是有失眠的一些困擾 所以是壓力 壓力 你就是一直在想怎麼辦啊 哦 因為你之前是甚至需要到前線去 對不對 對 去站櫃大概了解一下 現在是還好啦 對 總經理來站櫃啦 哈哈哈哈 各位貴姊們注意啦 誰敢比我美 哈哈哈哈 總經理來教訓你 不是 回撤 我是蝴蝶公主 哈哈哈哈 拿出圍圍巾 哈哈哈哈 而且圍圍巾是換了好多個品牌欸 就是兩三個品牌 四個了 四五個了 在那個集團內換了四五個品牌 然後現在變成這樣 對啊 可是我覺得 我反而會很羨慕現在 應該是我覺得 我反而會在 三位身上看到一種 鬆弛跟自由感 蛤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我反而很像是在牢裡面的那個 他居然這樣覺得 他居然這樣覺得 這也很牢啊 我的牢是來自我的內心啊 可是我覺得你過得很自在 啊真的啊 哈哈哈哈 你可能沒有深入了解 哈哈 是嗎 所以其實我看起來 是有鬆弛感的是不是 對 我覺得三位在座 是讓我覺得 哇 也蠻羨慕的一個生活的狀態 哦 我不懂 那你可以具體講出 你羨慕我們哪些點嗎 因為我覺得你們會 比如說你們知道 自己想要的狀態是什麼 然後你們就可以 真的就是不要有那麼多心 他就是可能比較 為了無斗迷 哦 去 去賺更多的無斗迷 所以他需要 哦 驅動自己 就是你的 腦內的那個 焦焦比較嚴重 我很像是一個倉鼠 一直在不斷的滾 對 我很害怕出去之後 會不會沒有食物吃 可是其實你們在旁邊 吃得超快樂的 就真的你們都跟我說 可以出來了啦 沒關係 可是我還是很害怕 對 他是這樣個性的人 他先生也這樣講過他 嗯 就是莫名其妙的認真 嗯 就是有一點回到 我們在開頭講到的 大三的時候 看到他很積極的在爭取實習 對 就是他從那個時期 開始展現出他的個性是 對 那個真的是完全不一樣的人 真的是完全不一樣的人 因為 我以前都覺得 你是個很慌張的人 嗯 慌張 哦 對 慌張 對 然後跟 到大三 他開始去爭取實習 你才會覺得說 哦這個人他有在規劃 對 然後跟原來他的想法是 他很認真要爭取一件事情 對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他 我也跑去找了一個暑期實習 哦對對對 真的嗎 在物流公司 對對對 你是因為他哦 我覺得有可能 想說天啊 他都跑去實習了 我是不是要做點什麼 我是因為他才知道 哦原來什麼叫實習 對啊 我以前根本對這個完全沒有概念 對 對 所以你其實 默默就改變了很多人 我覺得 但你看 我是因為你 我才覺得生山養小孩 是不是 天啊 原來我有這兩個影響力 對啊 你只能繼續跑了 哈哈哈哈 沒有啦 說不定太像 可是你敢不跑嗎 即便看到我們三個 現在各自安好 現在如果真的給你機會 你可以不要跑了 但你也不會有其他生活上 一般的那種煩惱 你真的會選擇停下來嗎 我覺得他定義 就是自己想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對 比如說想要印象什麼樣 像因為我覺得 我旁邊 我老公就是一個 他 非常的往他自己夢想邁進 就那輩子評價 對 一開始覺得胡鬧 然後現在就覺得 哇 好像有機會 真的是慢慢開始一步一步往上 好 對 哈哈哈哈 但我就覺得 然後或者是想看鳴笛 我就覺得 嗯 這種往自己的目標邁進的感覺 好像很有價值感 可是我的工作 我可能真的就只是幫企業 對幫品牌 在堆疊一些東西 那最後 我離開那個位置 我就什麼都不是了 其實這樣的人 其實這樣的人 就是也是有 不會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事 所以就是你在原本就是這個指癌 給你鋪什麼樣的路 你的抬頭要怎麼樣一直往上 你就照著這個階梯走就好 嗯 你不用自己太有想法 我覺得我真的很像小倉鼠 就是我會被一些短期的目標 一直往前未盡的那種感覺 你不會覺得那個是假的 誰要啊 我很好騙的 哈哈哈哈 看看我老公 哈哈哈哈 其實他老公把他騙的盆盆轉 哈哈哈哈 真的盆盆轉 所以你老公做的每句話 你都會相信對不對 我都會當下相信 然後回頭就覺得 他剛剛在講什麼東西 哈哈哈哈 事後才會想說他剛剛是不是會唬我嗎 他就是一個消費未來的大師 哦 對 反正大家如果知道他老公做什麼 大家就知道 因為他 也不要這樣講 他順便就是給你一個夢想藍圖啊 他一直覺得他看的比我遠啊 嗯 哈哈 但你也就任分的聽他講的話 對 嗯 也蠻好的 對啊 因為我必須要講他老公的職業 跟他老公的個性 講出來的話 我真的是有些東西 就覺得 這個相信才得了嗎 這聽起來超級奇怪的 你也很相信好不好 對我其實後來也蠻相信的 就是比如說 幾個月後就一定要搬家 這種的 我真的沒辦法接受 真的 但魏萱就逆來順受 嗯 真的 他也說服我啦 這就是他最厲害的地方 對啦 但蠻好的就是 因為那個時候 就是回想到大學時期 你跟你老公吵架的時候 就覺得你們兩個怎麼可能走得久 就是 超級奇怪的吵架原因 但就走到現在 然後 彼氏成為彼氏的 神隊友 嗯 這樣真的蠻好的 所以如果今天 回到 就是 你現在以你現在這個 職業的狀態 嗯 跟大學時期 你有覺得 呃 一切就是 你如果回到大學時期 你一定要 做些什麼改變 或者是 不會 你覺得你大學已經過得很棒了 然後到 累積成為你現在這樣的人嗎 嗯 我覺得大學時期可能 還是有點偏懶散 我覺得我過得沒有很認真 我就是在玩啊 你看玩社團 玩到瘋 然後被當什麼 不愛上課 可是你不覺得社團 其實養成你很多 現在工作上 很多 其實你知道一些事情的養分 所以我覺得我反而真的是在社團 這一塊 就語言交際這一塊 是真的在大學 我覺得我收獲最大的保障 嗯 嗯 但是讀書呢 你有覺得 哈哈 哈哈哈哈 政治不正確 不要講說讀書還好 都忘記了 沒事我們都會這樣 對啊 我們講很多次了 不用擔心 好啦 補問一個 我有準備這個題目 就你覺得 宣跟陶 嗯 哪一個是比較優秀的室友 哦 太棒了 不敢問的事 剛剛就說 你們想問這問題 是不是 哈哈哈哈 他們兩位都是 反差感極大的室友 蛤 我覺得 什麼意思 先說陶女好了 就跟他住在一起之後 我覺得 他是一個很純真的人 哈哈哈哈 什麼意思 原本超邪惡的 原本看起來就 深人物盡啊 然後看起來很嚴肅啊 感覺他的書桌會整理到 也是蠻乾淨的 他算是我們室友裡面最乾淨 因為我東西很少啦 燒到爆炸 然後 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 體貼 哦 有嗎 有體貼 我覺得 他哪一件事在 可能幫我把衣服剪下 哈哈 然後被你罵 體貼但做錯 出發點是好的啦 出發點是好的啦 然後他是我們 那個寢室的射監 蛤 我記得 對 沒有 而且那時候 誰晚回家他會告發 是不是 不是他會罰錢 蛤 真的假的 有是你 應該是你 因為你會準備一個鋪滿 放在那邊 很像是你會做的事 有可能 然後就是誰 約會很晚 或者是沒有 晚上沒有回來的 就是要投進可能10塊 20塊 你為什麼那個是要幹嘛 買冷氣卡 可能吧 就是公費之類的 你自己沒去約會 你為什麼要管人家約會回來 因為他得利啊 因為他得利啊 賺冷氣費 哈哈哈哈 那是有利者啊 哈哈哈哈 然後我再關注 你自己會去約會越好啊 哈哈哈哈 而且重點是冷氣 也不是那個約會人 想他要付那個冷氣 哈哈哈哈 欸 到時才會圖利的 真的欸 重點是大家都同意了 哈哈哈哈 怎麼會這樣 我也是說服大師 哈哈哈哈 還是我也覺得他有說服了 對有可能 沒有 因為我沒有男朋友啊 我很希望被罰的寬 但是沒有 哈哈哈哈 大學的時候沒有 大學沒有 期待的不一樣 對 期待的不一樣 對 OK 所以你是那麼 那麼Gable的人 我覺得他就是把他當成 是一個懲罰遊戲 他就會很高興 對 他是覺得好玩 好勝心 對好勝心 好 然後 宣 宣的部分的話 哇哦 怎樣 宣的部分就是 我完全忘記 我也是怎麼樣的室友了 你就是一個很 反差感極大的 因為我想說你是 Party Girl Social Car 就他在寢室裡面 他是很OG的 他會不會穿一個阿嬤搭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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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 哈哈哈 oh my God 原來是這個 哦原來是這個反差 哈哈哈哈 他什麼東西都是XL的SIGHT 哈哈哈 所以他亮內褲中很大件 是不是 哈哈哈 我可以違一圈 哈哈哈哈 而且坐胡甸的裝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啊 我完全沒有想到 啊 我沒想到 是因為內褲黑大件的反差 所以你敢聊我就敢說 哈哈哈哈哈哈 可是那只要是住女宿的都知道了 都知道她內褲很大墊是不是 對阿 欸一個屁阿 就她的睡褲都是那種阿嬤花色阿 對 然後很辣很大一件 而且是那種七八分的對不對 就是不長不短的 會到膝蓋差不多差點點這種 就是到小腿最胖的那個地方 真的是阿嬤睡覺穿的那種睡衣的長度 而且我的床單背套可能也都是那種花紋的 是從家裡帶來的 然後她電腦旁邊都會有一袋 很像狗糧的那種蝴蝶餅 就是從Costco 對對對然後我會一個人大概 一個禮拜內就吃完那一大包 狂吃 好可怕喔 哈哈哈哈 所以基本上萱的話 跟她的宿舍生活就是 因為我們兩個的那個生活的軌跡很像 所以我們大部分會一起出門 對對對 一起在某個社團幹嘛幹嘛 對 然後回到那個寢室 她就是會呈現她最 所以就是鋼山人淳朴的那一面 然後我說 interesting 哈哈哈哈 果然是鋼山人 對 就是我可能在外面真的是 花蝴蝶 但回到宿舍 也是花蝴蝶啊 就是花的內褲 花的 創家花蝴蝶 媽媽蝴蝶 哈哈哈哈 哇我完全忘記我在宿舍裡是這個樣子耶 好好可惜 我覺得我們有一次要來找GG的室友聊聊 我室友嗎 對不對 好啊 好啦 最後應該也沒有要再什麼呼籲什麼 要不要讀書了吧 要不要讀書就看人啊 有幫助就讀啊 嗯 對啊 因為我覺得反正求學或者求職這件路上 其實你就是要 你時間花在哪裡都是你自己得到的東西 累積的 就是新鮮人不用太緊張 就是你看喔 魏宇軒是大一上就被二一 哈哈哈哈 然後開始玩社團 然後沒有到很認真念書 但是大三的時候突然來個大轉變 開始在 實習 找到自己好像想做的事情 然後開始一直往上走 跳上了自己的轉輪 對對對對對 開始就這樣滾滾滾滾 滾到現在可以當上總經理 而且他也沒有去念 就是研究所也沒有 沒有 對啊 所以大家不用緊張 你也是可以當總經理 哈哈哈哈 明確自己想做的事情最重要 對對對 找到一個神隊友 對 也是還不錯的 中間還可以生個孩子 什麼的 對啊 對啊 你看 我覺得他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 即便年輕生小孩 但還是不影響他的職業來發展 嗯 三四五歲就是總經理 對 的確是 好啦 那我們就看 就是祝你接下來 找到一個好的時機就可以退休 這是一個最好的住宿吧 是吧 對啊 沒有我覺得你一定進不下來 我應該也是 我覺得是 可是可以換一件事做 退休之後也要幹嘛嗎 這就要看我的人生的志向在哪裡 找不到 你還沒找到啊 找到另外一個輪子 可能需要耶 對啊 創立一個基金會 老公都說可能 可能我上輩子有被 得罪懶惰神 就是這輩子就是 躺在沙巴 我就會被鞭打 就會覺得 不應該這樣 不會啊 我看你大衣也是躺得好好的 哈哈 那時候懶惰神可能還沒有出來 哈哈哈哈 對我覺得他的倉鼠個性也越來越嚴重 嗯 隨著年紀增長而嚴重 可是 如果現在開始金錢的不安全感變得 低一點的話 應該就會還好一些 可是我覺得蠻好的事 就是你不能跟你先生就是 做同一個事情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現在有很多 就是妄哄 他可能是家族 就是家裡的人 就會比如說辭職 來幫忙做當後面的幕後的人 什麼的 我覺得你要跟你先生分開 你們兩個沒辦法一起共識 怎麼了嗎 你看到了什麼是嗎 哈哈哈哈 這個我們關係再聊 哈哈哈哈 好是這樣囉 我們今天會一見 謝謝 掰掰